鲁鱼这样做真是太鲜了 味道棒极了 大家好,我是阿忠 快过年了,家里边来了客人 我们买了一条鲁鱼又不知道怎么烧的朋友 进来赶紧看看吧 今天我们这种鲁鱼为大家分享一款 不一样的做法 保证你没有吃过,更没有见过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买了这条鲁鱼 花了34块钱,19块钱一斤 大家看一下,划算吗 首先我们把买过的鲁鱼给它处理一下 把鱼头给它切掉 然后我们把鲁鱼给它一泡两半 鱼比较滑,我们垫上抹布 然后再把鱼尾给它切下来 切下来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鲁鱼给它改成 一厘米左右厚的条 好,改好之后 放入一个干净的盆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少许的黄酒 给它去腥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放在一边 给它腌制20分钟 临终这个时间 我们再准备适量的蒜蓉 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给它洗一下 洗好之后 把里面的水给它控出来 然后我们把蒜里面的水分给它挤出来 把蒜尽量的给它挤干一点 好,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水分给它挤干之后 我们准备上火 熬至蒜蓉 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如果在酒店里边 要多放一点油 把蒜蓉给它榨干 我们在家里边就少放一点油 直接熬至 再把出锅水的蒜蓉倒进来 开小火 慢炸 把蒜给它榨至金黄色就可以了 好,蒜蓉的时候 特别是油少的时候 我们要不停的给它搅拌 预防粘锅 好,大家看一下 现在蒜香味已经出来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红椒丁放进来 稍微给它炒一下 好,关火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味 蚝油10克 鸡精10克 味精5克 再加入2克的白糖 提鲜解腻 再加入3克的食用盐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我们冷凉备用 好,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的鱼泡好了 泡好之后 我们控干水分 鱼我们控干水分之后 加入1克的食用盐 2克的蚝油 然后给它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 我们把熬好的蒜蓉 给它加入少许 然后再次给它抓拌均匀 好,这样就可以了 拌匀之后 我们给它摆入盘中 我们先把鱼头给它摆在盘尾 然后把鱼肉 一块块的给它码放在盘中 大家看一下 就像我这样码放就可以了 把鱼尾摆在盘头 好,我们把鱼掰好之后 浇上蒜蓉 蒜蓉浇好之后 我们给它包上保鲜膜 上楼蒸 10到15分钟 我们把蒸锅提前预热 预热之后 然后把鱼放进去 再上锅盖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静等美食出锅 好,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 然后端出 给它放在盘板上 大家看一下 要麦相有麦相 要口味有口味 然后烧点热油 撒上葱花 给它泼在鱼身上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这一份蒜蓉鱿鱼制造完成 这样做出的鱿鱼比清蒸都好吃 简简单单一做 瞬间高大上 用来招待客人 超油门 过年了 多吃鱼 象征着年年有鱼 这样做出的鱼 鱼肉洁白 鲜嫩不腥 比清蒸都好吃 过年了 多吃鱼 象征着年年有鱼 寓意特别的美好 好,今天我们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制作不易 各位好朋友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请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